我们念佛到极乐世界 我们到什么境界 给主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无言人居民 极乐世界 下下平往生的人 都得了佛言 为什么 生到极乐世界 下谋体质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阿弥陀佛有佛言 那我的眼睛跟阿弥陀佛不同 那就不平等了 那不是佛的本愿 佛的本愿是 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跟他一模一样 智慧相同 神通相同 道理相同 没有一样不同 所以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去成佛去了 这是我们要争取的 你要不搞明白 你对这个世界 你对这个世界有流利 你统统搞明白去了 你就希望赶快去 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不能比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的信心才会生起来 你的愿心才真切 巴不得赶快往生 赶快成佛 成佛之后 什么 你那些家庆眷属 喜欢的人 你都会去赌他 这一批先得住 第二批第二批你讨厌的 跟你有冤 冤丑的冤心债主 你也要赌他 为什么 他跟你有缘 然后你都会看到 你过去 生生世世 那些有缘人 统统都要靠你得度 你有智慧 你有佛言 你看得清楚 你有能力 你有智慧 有能力 你会跟他讲佛法 那佛法全通了 不学就通了 所以这个世界不能不去 非去不可